没有什么能够比老套的吓人电影场景更加点胆子了 欢迎来到我是Mojo 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将盘点知道恐怖电影的吓人场景 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将以恐怖电影中的吓人场景的惊吓和震惊程度做出排行 如果榜单中没有你认为应该出现的电影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第十名 吉拉·克林斯登场 灵异第六感 还记得那一特沙马兰曾经制作过出乎预料好看的电影吗 当这部超自然惊悚片在90年代上映时 电影中的震惊场景和恐怖场面让他一夜成名 甚至席卷全球 在这个场景中 能够看见灵体的克尔·希尔 察觉到附近有不明东西而感到恐慌 然而克尔的害怕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就在这时 由米莎巴顿饰演的灵体突然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个场景瞬间将观众的紧张感 提升到了最高点 而最后的画面更是让观众反射性的吓到跳起来 第九名 母亲的真相 金魂记 这经典的一幕除了有恐怖片该有的惊悚元素之外 也有着电影史上最棒的反转情节之一 在这里 莱拉终于见到了所谓的被死夫人 但事实并非跟她想象中的一样 原来被死夫人早已化为干尸 这个场景除了又恐怖的腐烂面孔之外 也成功触其不意地吓到了观众 因为我们根本不会预料到 被死夫人原来早已死亡 第八名 嘉莉抓住苏 魔女嘉莉 这部电影讲述一位饱受霸凌的女学生 在发现了自己拥有超能力后 开始对那些在高中折磨她的人进行报复 这吓人一跳的场景 来自电影的最后一幕 我们看到幸存的学生 舒·斯内尔 战战兢兢地拜访嘉莉之坟 既然反派角色已经死亡 电影也快要结束了 突然 嘉莉沾满鲜血的手 重复墓里伸出地面 狠狠地抓住了苏 加上诡异配乐的衬托下 这一幕在当年也被誉为最意外的恐怖电影结局之一 第七名 通风景 异形 这一部由雷德利斯科特指导的经典电影 充斥着不安以及恐惧的氛围 观众在达拉斯进入气甲寻找同伴 布雷特的著名场景中 体会到这两种氛围的胶质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达拉斯开启着手电筒 突然遭到了恐怖异形的袭击 在漆黑的戏法和蜜蜂的走廊上 异形在一闪而过的灯光下突然现身 再加上其尖锐的嘶吼声 西月里的观众们肯定被吓得魂牧首射了 这也让原本就充满悬念的场景变得更为害人 第六名 在衣橱里 七夜怪谈西洋篇 这一部午夜凶灵的好莱坞翻拍版 讲述了一个能够在一周内杀死观看者的 诡异录像带领体 电影里有许多场面都会让人感到极度不安 然而 让她有资格入榜的 却是这经典的衣橱场景 在电影中 记者瑞秋跟录像带受害者的母亲说着话 这位母亲告诉她 自己是在衣橱中找到女儿的畸形尸体 而演员出色的演出 刺耳的声响以及快速剪辑营造的氛围 更是加剧了这个吓人场景的冲击力 第五名 我会撕裂你的灵魂 事变 这是一部80年代初 事变系列的重启电影 故事讲述一群青年 为了找乐子而租下了一间小屋 但是最后才被恶魔折磨死 电影的首歌场景 便向观众介绍了地狱之恶魔 而他很快受到了火的实验 这个场景吓人的地方 在于上一秒看似无助被附体的女孩 在火柴面前竟然突变成面目猙獰的恶魔 并且对着荧幕失控的大吼大叫 在恐怖的面孔和巨小的交汇下 侵上了一个让人坦然失色的恐怖场景 这部电影的剧情再简单不过了 一家人搬进一间房子后才后知后觉 原来自己住进了鬼屋 然而 一些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惊嚣桥段 成功让他在同类电影中脱颖而出 尤其是这一幕 当洛琳被困在恐怖的黑暗处境时 观众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就在这时 恶魔之手突然出现 电影早前便暗示过屋内有恐怖幽灵 而此刻的我们看到洛琳无助的被锁在黑暗地下室 背后又传来不明的巨大声响以及拍小声 相信大家的心情肯定跟洛琳一样 恨不得马上就逃离那个地方 第三名 除颤救援 突变第三行 尽管鲜血样本突然从麦克雷迪的手里逃亡 也是相当可怕 但这个胸部突变的场景 才真正让电影院的人们 吓得差点心脏病爆发 话说卡莫医生 试图要拯救患有心脏病的诺丽丝 但是这位地质学家的胸部 却突然张开 然后狠狠地摇断了医生的手臂 这场景之所以起到惊吓作用 除了它的突发性之外 也得归功于那个恐怖和血腥的电影特效 第二名 咆哮红魔 婴儿房 婴儿房看似和千篇一律的鬼屋电影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它的恐怖桥段却跟一般的恐怖片大有不同 当乔徐的母亲罗林正讲述着自己的噩梦时 一个红莲的恶魔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桥雪的身后 先前的种种事件 包括出现在打顿房间的怪影 都衬托出这一幕惊吓场面 而红魔出现前的激进场景 也加剧了其咆哮声的恐怖 除此之外 在电影中蓝色背影的反差下 红魔显得更是格格不入 加上它突如其来的鲜声和响亮的声音 简直彻头彻尾令人感到惧怕 在我们揭晓第一名之前 这里有一些荣誉提名 第一名 怪异的护士战 驱魔人3 尽管这一部超自然恐怖电影系列的第三集 并不如首部电影精彩 但是曾经看过的人都绝对忘不了这一幕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如此的吓人 直接刻印在观众的脑海里 久久挥之不去 一开始观众以为 正看这间精神病医院的日常 但是当护士锁上门后 他突然就被鬼魂追赶以及杀死 在这看似正常的激进场景中 观众们本能的放低了警卫星 并没有带着过多思考或者情绪观看 在观众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突然就引来嘈杂的声音和放大的镜头 直接把观众吓得惊恐失色 你认同我们的榜单吗 你认为哪部恐怖电影的吓人场景最可怕呢 我几乎每日都会更新影片 所以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以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sider悉尔的党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